第三千一百七十八集 突然,一股青绿色的波光回来,击碎了三只短剑。 同一时间,一道人影落在了叶小木的身前,与白人圣女正面相对。 一身绿色长裙,裙脚是锯齿形的,如同一层层的花瓣。 背影十分的妙满,尤其是…… 虽然叶小木不是好色之徒,但是也不得不承认,他身后那个部位实在是翘。 是那个扶摇仙子。 扶摇仙子头也不回,往后挥了挥袖子,一股温暖的带着香味的风吹了过来,将三人身上的花瓣都融化了。 还不快走? 多谢啊! 曹伟伯率先回过神的,拱了拱手,招呼两人,陶也似的下山了。 扶摇仙子转过头去,意味深长地看了叶小木一眼,难难道。 的确很香啊。 白脸圣女也没追他们,冷横离上,对着扶摇仙子说。 你之前在我墓中还杀了几个人,怎么耳机又做起好人来了? 白勺,世人皆可杀,你有本事把法术戒全屠了我都不管,但是那个小子却不许你动他一根寒帽,否则我跟你不死不休。 白勺献出真神,相貌与扶摇有几分相似,只是身上长裙是雪白的,好一朵出于你而不染的白莲花呀。 怎么,你是看上你小子了,想收他做面手吗? 我呸,你可知道他是谁吗? 白勺听着。 算了,这是秘密,你走吧,我做姐姐的可提醒你一句,如今世界跟以前不同了,你行走天下,可当心点吧。 咱俩的账还没算完呢,就要走了吗? 扶摇说。 算了吧,我的妹妹,我杀不了你,你也擒不住我,何必再打? 就算你有梁州顶,一时半会儿也无法成功击脸。 我来跟你大战三百回合。 一个粗哑的嗓音从远处传来。 白勺回头,见一个胖子从远处飞奔而来,身穿一套胡人队的球衣,这么印着二十三这个数字。 白勺不认识这是什么球衣,在他眼里,这就是奇装一服,再加上这胖子一头黄毛,一看就不是汉人,立刻横眉竖眼。 把白莲花捧在手中,冲扶摇说。 好啊,你居然勾结达子。 扶摇一头黑线。 什么达子? 胖子飞奔过来,冲他笑嘻嘻地说道。 五十六个民族,五十六斗花呀,五十六个兄弟姐妹试一架。 妹子,你该醒醒了,不是你不明白,这世界变化快呀。 什么乱七八糟的? 白勺怒喝了一声,大亮着点儿郎当的胖子。 虽然惹人厌恶,但看上去实力深不可测,自己甚至没有必胜她的把握。 再加上一个扶摇。 他眼珠子一转,对着扶摇说。 改日再约了。 改日再约,我跟你约呀。 胖子挤眉弄眼,扶摇说。 你最好还是四处走走看看,然后就什么都明白了。 白勺神秘没说,纵身飞走了。 扶摇上下看了一眼小马,厌恶道。 你怎么这身打扮? 这是我沾在胡人球队夺冠那年的纪念球衣,我让老国烧给我的,哭吧。 得了吧。 小马还可以一笑。 我说毕青啊,十几年不见,你还那么漂亮。 毕青没打理她,正色说。 那小子真是邵阳的儿子。 嫁不了,你看笑貌也知道。 毕青沉吟道。 长得是小,但是性格可是差了很多呢。 他的心态善了,难成大气的感觉。 小白摆着手说,不能这么说,这兔崽子毕竟才刚入门,少阳当初心也善呢。 那不一样,少阳是心善,但也够野,真是惹毛了他,风都大地都拉不住他那种性格。 那人跟人能一样吗? 反正这兔崽子才刚上路,能不能长成什么样子,将来看他造伙了。 小马招呼他,走,我把那小子抓了,带你看过去。 毕青鱼是跟他走,翻过一座山坳,在一片草丛中。 孟泽鱼坐在地上,没清楚一点儿亮光不断闪烁着。 小马走了过去说, 别费劲了,我给你下了婚宴,你八辈子都解不开的。 砖头对着毕青说, 就是他差一点儿就打开了机关,把小木困在里头。 幸亏老子一直跟着,不然没准就着了他的道了。 突然想到什么,点着头说, 你还别说,那小子关键时刻可足够冷静,总能找到拖显的办法,这一点还真像他老子。 毕青看了孟泽鱼一眼,对着小马说, 你一巴掌拍死他就算了,抓来他干什么? 我抓他,只是把他以后再使坏对付小木。 杀他干什么? 小马伸手在他额头上按了一下,揭开了他的封印。 孟泽鱼立刻拱手求饶,说了一堆肉麻的话。 小马听得都起了鸡皮疙瘩了,揉着胳膊说, 行了行了,我不要土地啊,也不要人伺候。 你也别试探我的来历。 实话跟你说吧,风之谷你听过吗? 孟泽鱼一下子争住了,这次是动真格的了,不是装的。 十多年前,纵横三界的风之谷吗? 当然。 小马伸手指了这自己,白云城主的马王爷就是我了。 孟泽鱼真的激动了,又脱口说出了一大串更肉麻的话, 小马赶紧叫停了。 得得得得,行了,你可以走了,我也不怕你寻仇。 留你在这儿,就是想告诉你一声, 以后千万别打叶小木的主意了,遇到他要躲着走。 鸡捉马,快滚吧。 孟泽鱼赶紧就溜了,碧青皱起了眉头说, 你这样可不合适,他如果要成长,有些危险坎坷什么的, 得他自己去经历,我们不能太照顾他了,不然不成器的。 我知道,这些大道理我都知道,来之前老国特意嘱咐了, 要我不得万不得已,绝对不能出手。 小马黑黑一笑,这也是他第一次行动, 我实在不放心的跟来,看到他这表现啊,我也放心了, 这不就让他自己去换了吗? 十六年了,连少阳的孩子都这么大了? 碧青感慨起来,突然哼泪声说, 哼,那个女警哪里好啊,不就胸大一点吗? 啊,少阳居然跟他生孩子了,真是四米心巧。 小马知道他是醋一饭了,在一旁偷笑不敢说话。 少阳一直没有线索吗? 这些年没了,早年还来过于封信。